为了推广红梨产业 台东县政府每年都会举办红梨季活动 结合南回各部落以红梨为主题推展观光业 但今年受到凤梨世家滞销的问题 县府将重心转向扶持世家产业 因此今年将不会办理红梨季活动 但县府仍表示会持续协助红梨产业 每年12月到4月是红梨成熟期 在南回地区可以看到许多红梨田都已结穗 而为了行销推广红梨产业 台东县政府过去都会举办红梨季活动 也结合南回各部落以红梨为主题打造观光产业 但今年因为受到凤梨世家滞销问题 县府转向重心扶持世家产业 因此今年将不办理红梨季活动 过去这几年下来已经把红梨推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 所以今年的重心就放在其他的作物上 尤其是今年对县政府而言 这个凤梨世家的行销变成是比较关键的 不过红梨小米对南回而言真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物 所以未来县政府还是会跟相关单位一起合作 来协助我们南回来办理相关的活动 让红梨能够成为我们台东南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物的标记 这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来到台东旅游的人数不比遗忘 间接影响各产业销售状况 政府表示虽然今年取消红梨季活动 但仍会持续协助地方红梨产业的发展 在疫情过程当中有些游客来到台东的人数啊 当然就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还是做好准备 等疫情渐渐退散之后 我们整个红梨的活动还是可以把它形成起来 相关的南回的很多公所 还包括农会部分 还包括农粮署 其实都还是在持续的推动这个红梨的活动 那对县政府而言会来跟大家一起合作 尤其在行销或者在网路这一块 我想透过这样子的模式 让今年的红梨季 还是能够在各种形式当中来展现这样子 红梨是南回地区重要的传统作物 又具有丰富营养价值 不仅能拿来使用 也能成为保养品 是具有潜力的产业 但如何在疫情后各产业萧条情况下 维持红梨销售与推广 仍需公家单位给予协助支援 九条杰大人相报导